法办现在安排了陆生团来台 进行九天八夜的相关交流 可是呢却没有安排跟大学生做团 被曝出说是因为教育部认为 高中生心智尚未成熟 不过现在教育部长郑英耀 他驳斥这种说法 还痛批讲这句话的立委赖士宝要负责 对此赖士宝也有回应 他说我要负什么责呢 把时间交给陈佑 回到现场我们日前邀请到立委赖士宝 来到了现场委员早安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马拜 就邀请了马龙还有这些陆生团 然后来到台湾这边来参访 那么第一站到了这个中山女中 但是因为只有参访并没有交流 那这件事情就引发大家质疑 那委员昨天有踢爆嘛 为什么不能够交流呢 因为教育部的次长叶秉承跟大家说 高中生的心智未成熟 但是叶秉承他就反驳了 他说他讲的不是心智未成熟 他是讲说这些高中生还没有成年 他强调的啦 这个心智强调的是说 他们后面有家长 因为他没有成年嘛 所以有家长的监督 这样子的话要对话 比较复杂 那特别强调 在去年马半一二半 这样的团来的时候 是只有大学生的对谈 所以都没有问题 那今年增加的一个高中生 那高中生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就情况比较复杂 因为背后有家长 他特别强调这一块 那当然以我来讲 我是两兆满意就好了嘛 那马半这里是说 哎呀我们没有要跟高中生对谈 我们就参观就这样而已 这个故事在这里 那至于说谈到什么心智不成熟 这句话老实讲不是重点 后来变成重点了 好奇怪 他重点在于不要跟高中生对谈 这是教育部的意思啊 那马半就是 马半就是从山入流 那你说我没有听到的话 那我硬把他塞进了吗 我也不是这样的人啊 怎么会讲出这句话 那就是代表有官员讲这句话嘛 那这个教育部处长一直腔调 他没有讲这句话 那或许有其他的官员 因为现场好几个官员 陆委会的官员 其他官员都在嘛 我是有听到这样的话 所以才讲出来的 那至于说他没有讲这个话 我觉得现在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教育部强烈的暗示也好 民事也好 不要跟高中生有交流 这个才是重点嘛 有没有心智成熟不成熟 不是重点嘛 重点是他要求不要跟高中生对谈 那马半从山入流 因为我们时间被卡了很紧 教育部他如果没放 这个团可能成不了 所以马半就是这个顺着他的意思说 我们没有要交流 我们纯粹只有场观 所以重点在这个地方不是在于说 心智成熟不成熟啦 他没有 我们也不认为这个叶秉承 有批评这个 这个这些高中生的意思嘛 他在马上解读为说 他批评高中生 那这句话我是有听到 我是有听到 那他说他没有讲 那可能其他官员讲 那我确实听到嘛 那这官员是一个team嘛 那官员来了好几个嘛 那到底现在来讲 变罗森门是不是他讲的 这个因为我没有录音 如果有录音就好了 就知道是不是他讲的嘛 那确实我有听到这句话 或者我也不会讲出来 对 所以反正就是在那个会上面 有人提到心智不为成熟这件事情 但可能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叶秉承 就是一再的去否认这件事情 但他的重点是说 既然马办都没有要提出这种对谈的话 那为什么这些官员们 必须要提醒一个高中生 不管是他们未成年也好 不管是心智未成熟也好 那到底为什么教育部要给出 这样子的一个提醒 所谓的善意提醒 到底是什么意思 陆委会不是都说没有国安疑虑 为什么还要有这个善意提醒 当初的陆委会来的是一个处长 本来是梁永吉吧 这个梁文杰 梁文杰他被寻找一个处长来 所以那天的位置最高的是 教育部的次长 所以主要的话他 主要他在定调 那确实他先提出来的 他说今年怎么会有高中生 今年怎么会有高中生 你说在上面是叶秉承 对 叶秉承先提出来说 今年怎么会有高中生 去年没有 今年增加个高中生 那这里面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来的话 因为他背后有家长 这可能情况比较复杂 所以他等于是暗事也好 民事也好 就是希望不要跟高中生有对谈嘛 就这个意思嘛 所以外面的质疑就是说 那现在都可以了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 就在这里嘛 所以重点不是在于 有没有讲那句话 心之不成熟 重点在于 加一步定调 红线化了嘛 不要跟高中生对谈嘛 这是他的红线嘛 对啊 就是这些高中生 可以跟赖清德对话 但是这些陆生团来 对 不能跟马龙对话 那为什么 就是我们的民党的这些人 好像都觉得说 我们这些高中生被统战 但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民主 上面的一些知识 提供给他们这一种交流嘛 可是呢 大家就会想说 为什么这一整件事情要扯到说 高中生有没有成年 还是没有成年 今天教育部长郑英药 早上也动怒了 他说讲这一句话的 立委要负责 就把矛头指向委员了 我不知道我要负什么 我都是如实照讲 我要负什么责任呢 我负责就是我对 我自己讲的话负责 我讲的话就是 教育部的次长 明白的点出来 大陆团部也跟高中生对谈 这就是确定 至于讲有没有心智不成熟 那是另外一件事 是重点在于 这次来交流嘛 来交流就叫对谈啊 所以重点他不可以对谈嘛 他不可以对谈嘛 对不对 那现在来讲 因为马办就希望这个案子 因为已经快到了 因为那个礼拜几 下个礼拜 他就截止了嘛 审查就截止 两个礼拜审理次 再来这次没有过 再下一次他来不及了 所以几乎教育部提什么 我们都照办了 教育部的时候不能有政治活动 按照原来的路线 通通照办 通通照办 因为如果不照办的话 不照办可能过不了 是是是 大概这样子吧 OK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委员的宝贵时间 谢谢 我们可以看到有关于这一次 整个陆生团的来访 到底有没有谈到什么心智未成熟 那么当然这个部分呢 大家可能一直斟酌在上面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背后显现出来的是 教育部非常害怕这些高中生 跟马龙 跟这些陆生团来进行交流呢 那么教育部到底在怕什么呢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各位最新 姐妹们从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彈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